嗨 大家好 我是詩詩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酒櫃 我酒櫃裏面都有很多不同系列的酒 首先我想介紹一下 因為一本漫畫而影響到我 儲了一系列的酒 讓我現在拿過來 就是這本日本漫畫《神之水滴》 故事是講一個葡萄酒的酒瓶家 他那身上了 他留下了一些遺言給他一個親生子和養子 讓他們去比賽 要去找他已經選了的十二支葡萄酒 命為十二門徒 十二支門徒這幾年中 我就儲了這八支了 其實圍繞著法國和意大利國家 分別有香檳、白酒、紅酒、甜品酒 還有四支我就儲齊了 十二門徒之後 就來到我的酒櫃裏面 分享一下我最喜歡喝的葡萄酒 澳洲Sparkling Shirazza 它其實是一支紅葡萄酒 是有氣紅葡萄酒 是不是很少見過呢 我在當地買的 買了六支左右 我想現在剩下兩支 這支酒是我最喜愛的 因為它和黑毛豬是很配的 第二支 都是澳洲的白酒 這支在澳洲的 Mornington Peninsula 是一支Chardonnay 其實這支很好搭 很好搭什麼呢 雞肉那類的 就是這兩支了 一支來自波爾多的右岸 一支來自波爾多的左岸 右岸這支 La Fertre Truce 2010年 都非常有花香的味道 就比較多Mornington 所以比較Juicy的感覺 左岸 這支呢 真的又是我最愛的 因為我喝過它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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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 其實2005年和2009年我都喜歡的 那2005年呢 其實呢 你只要擺出來 就是今年2017年啦 擺出來 兩個小時 Decan了之後呢 你喝下去 就好像絲綢一樣的感覺 非常之滑的 澳洲藍奧的 也是我去完它的酒莊裡面 試完之後買的 這支呢 2005Cheraz Vintage Pot 是一支Boot酒來的 酒精度比較濃 17.1% 那最搭是什麼呢 就是和朱古力啊 和甜品 非常之配搭的 好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啦 那以下呢 我都會寫之前分享過的酒名在下面的 有興趣的話 你們都可以研究一下 Bye Bye 那我們下次見啦 Bye Bye